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我登广告 他应征 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 人约黄昏是《新一梅记2009年记忆深处的老人意之后》出版的第二本书 《新一梅》是澳大利亚中文传媒资深记者 生于上海 长在北京 1987年赴澳留学 并一直从事媒体工作 丈夫Gary1942年生于英国 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 二战英雄 16岁知全移民澳洲 是一名医疗测试行业的工程师 本来是说他让我写这本书 但是后来我弟弟出主意说你应该让他也写 后来我发现他写得很好 我就把他的英文摘了之后翻译成中文 这样拼成了这本书 纪实文学人约黄昏在2013年获得了南明出版基金的赞助 今年8月2日 南明出版基金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会上还推出了另外两部作品 2013年获得赞助的何觉威的长篇小说《莲》 和2014年获得赞助的汪应果的长篇纪实小说《烽火中的水晶球》 连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很有震撼力的 一开始说出了啥音 这实际上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 我们历史上有这样的悲传 南明出版基金是为了纪念肖宗谋先生而设 肖宗谋先生生前曾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多年 对台湾出版界贡献良多 该基金尤其后人肖红成立并主办 南明出版基金每年资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文作家出版著作 每部作品资助5000澳元 我就觉得这个出书很难 南明对我们支持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弄这么一个 我就觉得他们到了澳洲来以后 这个视野 视角跟他们的经验 都跟在国内的那些作家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在这里居住了以后 或多或少的会受澳大利亚那种很宽松的文化的影响 而且也许对物质的追求不像其他的地方那么热衷 南明出版基金以赞助澳洲华文作家出版器作品为宗旨 在澳洲持有公民权 永久居留权或居留两年以上者 均可将符合要求的作品 在截止日期前投寄给南明出版基金办公室 根据评委组评定讨论 主办者每年向两位获奖者各资助5000澳元作为出版之用 2015年度的投稿邮箱已于6月底关闭 有兴趣的朋友请关注每年初南明出版基金 在各大华文报刊登载的具体通知 请不吝点赞助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